而接下来这一晚还得先过这一关也不怎么好受 说是高雄的小港机场居然有跳蚤肆虐 已经一个月时间了 十几家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还有旅客 大家都遭殃 手脚被咬成红豆冰 您要现在去看 这些地勤人员说很惨 他们还得一边工作 一边手脚抓抓抓 地勤人员选出小腿 拉开裤管 一点一点红色斑点 竟然是被跳蚤咬的 我连两只脚都有 虫咬 这名定情人员在高雄小港机场上班 但是这一个月却每天都被跳蚤攻击 咬得满腿都是包 一边扶客人还要一边抓痒实在尴尬 但受害者还不只有他 跳蚤的那个咬 咬过以后的那个痕迹都很明显 当然会痒啊 你们多少人被咬 几十个应该有 几十个啊 小港机场三楼国际航下 正在进行改装工程 老旧天花板行李输送袋旁的地毯 原本藏在里面的跳蚤 通通跑了出来 把国内外十几家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给咬惨了 是比较夸张一点 但是应该是可以修正吧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国际机场 航空业最重视的就是空服员和地勤人员的服务 亲切笑容和美姿美衣更是重要 但是现在他们一边上班 却要忍受跳蚤攻击有够难受 可能是因为天花板拆除的关系 那里面可能会有些跳蚤 它就出来了 然后最近天气又比较暖和 增加了跳蚤活动的空间 目前机场已经进行全面消毒 避免再有人被咬 只是国家门面竟然被跳蚤 大军攻击 还传出有旅客也被咬 投诉民航局 整体卫生环境 有待检讨 TVB新闻苏太盈高雄报道